詞曲 李宗盛 剛才我先要向你親告 因為你來東京 以前說 你要在東京說的 日本版的台灣關係法 日本版的台灣關係法 好像我們聽到那個演講 好像比較著重於日本憲法第九條 日本關係法 日本版的台灣關係法 好像比較少講 你說這是什麼原因 那你的主張是什麼 這個問題 我告訴你 台灣和日本的關係 我們對於政治異常 非常的緊密 關係什麼切 但是日本的 這個 和台灣的 這個外交軍 這消費以後 沒有說特別的一種 一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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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實上最前 日本人 日本人 比我以前 他也在想 應該 台灣和日本 日本和美國 那樣 日本的台灣管理法 這樣 台灣和美國 和日本的管理 也會高一點 一切 將來的情形 可能會高一點 一切 台灣和日本的管理 對於日本的管理 跟日本的說 就是 到我最近 到我最近 到我最近的管理 你那樣 應該就安裝 應該就更加強 所以在那裡 對 這個 台灣的管理法 我這樣 表示 應該 就更加強 但是 這個就是 我知道 這個做中國 應該收起了 對不對 但是收起 沒有關係 就是叫國會去做 就好了 不要政府去做 對不對 國會做的事情 一個國家 國會 老百姓 會 進行 讓國會去做 國會 大家 現在 看起來是政 國會 為重心 不是政府為重心 當時美國 也是國會為重心 做 台灣管理 美國政府 和台灣 斷交 保護管理 斷交 但是 美國和台灣的管理 很密切 因為國會 國會 在國會 各個重心 因為要做一些 台灣管理法 是 國會 主任 我都 會跟政府 來處理這些事情 我看 應該 日本 國安 國安 真正的事情 這次 我不知道 日本人 是什麼 但是 我剛才說 一部分人 最愛跟台灣 建立 這個 台灣管理法 對台灣 對日本 人 有賊 他們 利益 好的地方 所以 我看 你覺得 應該 這個 大家 可以建立 嘛 第一 政治 上的 問題 可以 比 台灣 跟日本 可以 比 錢 來建立 可以 我們 去 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